巴菲特大砍台積電 而金融股恐怕又面臨股息縮水 孫庫族今年該用什麼策略來自救呢 我現在的台積電是一張不賣 這個策略我們跑過大數據 勝率是高達88% 光是每一年超過7%的殖利率 就可以提供很豐沛的現金股率 今天我們就找來投資家日報總監孫慶隆 不只要手把手教你如何算出便宜進場價 還要加碼告訴你連39年佩喜的純股冠軍 最近上網你有買股票嗎 最近比較沒有 就沒有的 太難了 T1 實在太難了 對啊 不過呢 我最近看啊 因為每天我在看 雖然看 然後最近比較少進場 然後看到那個股民們看到Q1 漲了一層 一層 然後其實大家都覺得信心滿滿的 然後2023年疫情解封 後疫情時代 大家都覺得說 今年景氣應該會好 可是呢 就是1550 像台股現在來到這樣子一個點 當然今年之前18000不能比啦 對不對 然後但是已經有一些股民覺得說 會不會現在太高了 居高思維 很多人覺得現在經濟開始變好 對啊 不要忘記才兩個多月前 那時候國內的天下雜誌有去統計過 就是所有的CEO 他們對於未來2023年的景氣的看法 那個時候高達87%的CEO 對於2023年的景氣是非常悲觀 非常悲觀 非常悲觀 CEO他有87%非常悲觀 但是很多時候 行情總是在絕望中開始誕生 目前的股市的反彈 基本上已經大概合理的反應 今年可能景氣了一些波動的狀況 所以在這個地方你要問我 要不要進場去買股票 我的做法其實是 尤其我過我農曆年過後 我已經沒有再買任何股票了 我反而是站在賣出的一方 但是賣股票基本上我也不是全賣光 我還是保留大概6到7成的股票的部位 然後大概預計會大概3到4成的現金的部位 那預防今年如果出現任何的金融市場的波動 可以在進場去減便宜 所以這時候適時的調節一些股票 回收一些現金 那基本上就可以達到 今年的一個股市波動的一個不錯的節奏 所以慶容哥 如果你已經在今年的第一季 就已經持續在賣了 是不是你也覺得高點大概也就在這裡了 而且另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 在過去裡面都是台積電的多軍 那接著在去年的Q4的時候 巴菲特開始賣出台積電 有讓你想要改變你的想法跟操作嗎 沒有讓我改變想法跟操作 只是讓我難過了一下 難過了一下 為什麼 因為原本以為去年的第四季 巴菲特會開啟所謂的股神模式 危機入市 但是我們現在目前看起來 巴菲特他們是做一個調節的部位 甚至於我覺得好像做短波這樣對不對 對啊 我覺得它有些理由 因為就價值投資者而言 他們賣股票只會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股價漲到目標價 第二個就是當初看好的理由不見了 那第三個就是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那我們從這個巴爺爺他們 撲克夏的持股的變化 應該比較像是第三個 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或許他們認為投資蘋果 會比投資台積電 未來能夠創造出更好的 這些投資的效益 那除此之外 去年他們會賣還一個很大的原因 其實真的是意識到台海之間可能會發生戰爭的風險 對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我覺得最明顯就像去年 我覺得10月份那段時間 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情況 就是當時的費城半導體 在近五日上漲了8.8% 但是台積電卻在同一個時間大跌了6% 並且持續的破底 這個其實就是反映了其實國際的資金 真的在去年的10月份 有非常擔憂台海之間發生 這個所謂的戰爭的風險 但是身為台灣人 其實我們哪裡都跑不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只好秉持著 跟台積電同島移密 我們也只能這樣子而已 結果看錯了巴菲特 巴菲特看錯 但是賺到台積電 對 我看錯了巴菲特 他會啟動股神模式 但是我們卻利用了去年的第四季 台海危機的時候 創造出很好的買點 那這個我上次來上節目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 其實任何一檔股票 都可以透過財報分析 去計算出它合理的企業價值 便宜價落在哪裡 特價落在哪裡 行貴價落在哪裡 瘋狂價在哪裡 那這個是我在去年9月30號的時候 透過財報分析去考量經濟衰退 還有聯準會升息 STARMA下所計算出來的 台積電的特價在394 然後升息21碼下台積電的特價在374 那還滿欣慰的 其實在去年10月份那一波台海危機 在下殺的過程中 台積電的股價真的就有觸碰到 374 374這個升息21碼加上經濟衰退的 這樣子的一個價格 那我當然也就持續的進場去加碼 那這邊我去秀給大家 我在一路在逢低買台積電的一個對賬單 像我去年的時候 我就已經預告了我要買10張的台積電 那這樣一路的在下殺的過程中 我就一路374也買391也買 然後441也買471也買 整體來講像目前看起來應該有一些獲利 然後有人問我啦 爸爺爺都把台積電快出光了 那我的台積電怎麼辦 你是有看到他的心力多嗎 他怎麼會這樣子那麼堅持 很堅持 而且我認為我現在的台積電是一張不賣 一張都不想賣 他堅持 他接下來三月都還要配息 還要配2.75元 我會繼續的參與 可是慶容哥你不是說 今年大家基本上這些CEO大佬 都87%不看好在2023的景氣 為什麼你還敢繼續報台積電 因為每個大佬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一些 景氣的一些觀察 有些在工具機產業 有些在傳統的產業 在鋼鐵產業等等 那我覺得台積電 它所代表的半導體產業 尤其在今年 其實它出現了 1月份出現了一個橫空出世的新應用 這個橫空出世的新應用 其實最近大家吵得非常火熱 其實就是這個AI的聊天機器人 CHEM GPT 它真的是讓我覺得太神奇了 因為像今天我們節目的腳本 就是用它寫出來的 哈哈哈哈 今年我覺得 為什麼會台積電一張不賣呢 真的是因為我看到 這個AI聊天機器人 橫空出世 它所帶來的這種所謂的破壞式的創新 那知道這一款的AI機器人 它是模仿人類的思考 就是過去的電腦 它都是一個指令一個動作 但是現在這個AI聊天機器人 它已經開始去模仿人類的思考 那我們的人的大腦能夠去學習 能夠去思考 是來自於我們大腦的神經元 有一些突出的連接 會出現改變 那根據專家的統計 我們大腦的神經元的突出點 大概100兆個 那動物的腦突出量越大 它的思考能力就越強 那類神經其實它就是模仿了 這個人類的突出點的 這樣子的一個改變 然後去增加它的學習的能力 那現在目前類神經的參數量 其實在TRAP-GTT第三代 其實它已經來到了1750億個 其實聽起來很多 但是它也只有人腦的 1%的容量而已 那它光是要支援TRAP-GTT第三代 它就已經導入了2.5萬顆 由輝達設計台積電生產的 這個所謂的高階的晶片 那很多人很驚艷TRAP-GTT 其實它現在第三代的一些功能 但是AI的演化 絕對不會在第三代直步 它會進步到第四代 你看到現在第三代 只有人腦的1% 就已經導入了2.5萬顆 輝達設計台積電生產的高階晶片 那當它推出第四代 第五代 第六代的時候 它背後需要多少的高階晶片 那個其實大家就可以去想像 它的商機有多大 而且這還只是微軟一家 推出了這個聊天機器人 以後Google他們也會推出 相同的AI智慧的產品 蘋果應該也不漏人厚 也不會 也會不漏人厚的去做他們的商品 所以這個的部分 其實它就會解決 我先前投資台積電的時候 一個很大的我覺得要考量的風險 就是台積電這幾年拼命的在擴廠 它花了這麼多錢在蓋 在蓋這個所謂的先進製程 但是先進製程當然效能很好 它的背後卻代表成本很貴 那我以不同的製程的代工價格為例 其實3奈米的代工價格 已經來到3萬美金 我那時候一直在思考 有什麼樣子的商品需要這麼貴的晶片 但是自從今年的1月份 這個AI TradeGPT的橫空出世 其實我發現找到了一個非常好的出海口 所以我覺得當我看到未來這幾年 至少到2030年 背後有這麼大的AI的成長需求的時候 最後就支持了我到現在為止 雖然我現在目前台積電已經開始獲利了 但是我還是決定 不只要跟台積電同島一命 只要跟它與時俱進 對不對 對啊 我們還決定一張不賣 我相信長時間的台積電 跟賀創造出不錯的一些投資的效益 其實剛剛聽慶龍哥這麼說 的確會讓大家覺得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心力多 但是同時其實在今年整體經濟的大環境 跟升息的狀況 如果也把它考量進去的話 你會不會在它的目標進場價 也稍微做一點調整 對 那台積電的價格 應該是很多的投資人非常關注的 那我們就做了一個從財報分析的角度 去做一個推算 那這個推算的方式 在計算合理股價 其實有一種方式是EPS 去乘上本益比的倍數 然後得出合理的股價 那重點就是EPS 那EPS要怎麼來 那我們現在先用目前所有的法人 針對台積電2023年EPS 大約是落在35.56 大概是36塊這個價格 當作一個今年台積電EPS的預估值 然後再乘上它的本益比的倍數 那過去台積電的本益比的倍數 大概18.89倍是特價的倍數 然後31.2倍是所謂的瘋狂價的 一個本益比的倍數 那31.2減掉18.89 然後除以5 它就會得出每個不同的區間 它分別代表了21.35倍的便宜 然後23.81倍的合理 28.74倍的昂貴 跟31.2的瘋狂 那這個其實還沒有考量升息 如果把聯準會升息21嘛 會對本益比下修 32.5%這樣子的公式套進去之後 那你拿計算機加減乘除之後 你就會得出2023年台積電的特價 會落在453.4 然後它的便宜價會落在512.5 現在台積電的股價大概在合理價 而便宜價之下 那我剛才所講的 如果有一天今年 如果台股有任何的風吹草動 來一天台積電的股價 不小心又跌到了特價 453.4 那這時候我一定會動用手上的現金 進場去買 因為那個時候就會是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所以現在就算是便宜價 就是如果說留子彈的 還是先觀望一下囉 而便宜價看你手中有沒有部位 如果你手中完全沒有台積電的股票 那大概512.5以下 就是你建立部位的 像我們價值投資 有一種操作的習慣 就是我們會習慣在便宜價買股票 然後跌到特價的時候 大加滿 加滿 然後可能漲到合理價 漲到昂貴價的時候 做一些獲利了結的一些出廠 是 因為除了台積電之外 其實大家在從去年開始 再想另外一個就是純股 金龍哥在2022年講過說 銀行股就是當年一定要滿 可是到了今年2023年的時候 反而叫大家要保守留心一點 為什麼呢 我覺得這一兩年影響金龍股的 其實有兩個很大的獲利的 影響的黑天鵝 像去年其實金龍股 它有分為以壽賢為主體 跟以銀行為主體的金龍股 那在去年的時候 以壽賢為主體的這個銀行 金龍股真的是烏肉偏逢連夜雨 它不但遇到了美國暴力升息 造成他們股債雙跌 甚至還有這個防疫的保單 所以這個其實去年 這個以壽賢為主體的金龍股 其實獲利都很拉長 那反而是以銀行為主體的 獲利還有維持一定的表現 我們看去年大概14家金控中的 獲利表現最好的前五名 基本上都是以銀行為主體的 但是到了今年2023年 其實我覺得影響去年這種 壽賢獲利的這些負面的因素 應該會慢慢的淡化 很多壽賢公司 他們原本的虧損的地方 會開始回沖回來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 反而投資壽賢為主體的金龍股 反而會是好的時機 那為什麼 是因為以銀行為主體的金龍股 其實它沒有跌很多 那其實很多時候股票要賺錢 就是好公司好價格 那台灣的金龍股 我跟大家講都是好公司 那你能夠創造真正的投資的效益 關鍵就在於進場點 你進場點越便宜 你的效益會越高 那以銀行 像目前的銀行股 它的基本上去年沒有跌很多 所以它的股價的位階相對較高 反而先前去年跌很慘的這些 受賢為主體的 我反而覺得它有機會突來運轉 因為它股價的位階相對的較低 那至於金龍股 你要怎麼去決定它的進出場點 我今天教大家一個 我先前也有在這邊節目中分享過的 一個金龍股的投資口訣 叫做456 456 非常好記 那這個它有幾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你要統計這個金龍股 這5年來它的股利的政策是如何 然後你要看殖利率的時候 你不能看單一年度 你要把這5年相加 除以5 得出一個5年的平均值 那比如說以最近吵得沸沸揚揚 這個284的玉山金 讓很多的股民很難過的 它2022年預計只配吧 0.6元的股票股利加現金股利 但是我們剛才講的 要採用5年的平均1.234 那有了1.234之後 你就套用所謂的456的口訣 4%代表昂貴 5%代表合利 6%代表便宜 那1.234除以6%得出21元 是它的便宜價 所以你有了對於玉山金的 這個企業價值的定件之後 那你接下來要做的就是 耐心的等到 當別人都唾棄它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進場減便宜了 那這個策略其實非常好用 像我們以這個去年 像很慘的這個富邦基 我們也用相同的456的口訣 它當時近5年的平均股利是2.86 那一樣套用456的口訣 4%代表昂貴 5%代表合利 6%代表便宜 那2.86除以6% 48元是它的便宜價 然後除以57元就是它的合利價 然後除以4% 72元就是昂貴價 這個的價格就跟去年富邦基的股價 其實是不謀而合 它在72元以上就是昂貴價 那身為價值投資者而言 就是該賣股票的時候 那它去年曾經一度有跌到47.7 那這個也跟我們剛才所講的 那個便宜價的48塊 幾乎不謀而合 對 所以你掌握了這個便宜價的區間 它跌到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進場去減便宜 那它目前已經回到合理價的部分了 那但是清榮哥其實在過去 有非常多的小資族 他們要存股的時候 都會覺得玉山君是一個很好的考量 但是這個股意政策 讓大家跌破眼鏡嘛 所以因此呢 其實如果現在大家覺得 除了金融股以外 有沒有什麼一些其他的投資標的 你也建議大家可以稍微關注一下 其實我覺得現在有金融股 其他更好的選擇更多 因為金融股現在目前我們看它的殖利率 就目前的統計來看 大概大多數都落在3% 然後少數少數有可能來到4% 那很多甚至可能不到3% 可能只有2%多 那玉山君更不用講 那個殖利率真是掉到讓人家 欲哭無淚 對啊 但是除了金融股之外 其實台股目前 其實殖利率超過3%的 股票加速 上環照有多少家嗎 應該有超過700家 接近1000家 接近1000家 然後殖利率超過5% 超過500家 然後殖利率超過7%的 超過200家 所以一開始問我說 適不適合投資金融股 當然啦 其實金融股今年的 股力的配發不是很好 那如果我覺得 有其他更好的選擇的時候 投資人或許可以去思考 可以創造出比金融股 更高效益的一些標定 那當然很多時候這種高殖利率股 其實你必須得留意 它可能會有三大陷阱 第一個就是 它只有一年配得好 可能隔一年就配不好 所以你一定要找那種 細水長流 可以年年都能夠配息的標定 那不管景氣好景氣壞 它都能配息 這代表它有一定的競爭力 那第二個就要排除 業外的一次性獲利 像什麼賣土地啊那種 很多大家在算殖利率的時候 會把那種意外之財算進來 但是我們在投資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把意外之財排除掉 我們會算它真正本業獲利的錢 然後盡量會用未來的預估EPS 去來算 那基本上其實不用金融股 其實很多像國內有一家 像1303的南亞 這個大家一定有使用過它的產品 家裡的保鮮膜啊 它是一個非常穩定配息的工程 它到目前為止 連續39年都能夠配息 南亞2021年配7.5很高 但是你看2020年跟2029年 就只配2.2跟2.4 就稍微相比較差一點 南亞這個5年的平均是4.44 然後跟金融股不一樣的 金融股是用4.56口訣嘛 但是非金融股的 我自己的習慣是用357 這個策略我們跑過大數據 勝率是高達88% 那357 3%代表瘋狂 5%代表合理 然後7%代表便宜嘛 那一樣用近5年 平均股率4.44除以7% 63.4就是它的便宜價 然後除以5% 88.8就是它的合理價 除以3% 148就是它的瘋狂價 瘋狂價基本上是可遇不可求 大多數的這種具有純股價值的 他們都是落在便宜價跟合理價之間 所以投資人要做就是 跌到便宜價的時候進場去買 漲到合理價的時候 可以適時的做獲利了解 但是如果沒有漲到合理價呢 沒關係 你可以用時間去慢慢的等待 因為它光是每一年 超過7%的殖利率 就可以提供很豐沛的現金股利 就可以讓純股這類型股票的人 他有很好的耐心 去等到它這個股價上漲的機會 就股價不漲 賺股利 股價上漲 賺價差 那談到這個啊 其實我這幾年有存了一檔股票 是2474的課程 這我存了兩三年了 它股價都沒漲 甚至還給我一直跌 跌的時候我有心慌慌嗎 沒有 因為它給我非常高的現金的股利 對啊 10塊很高欸 對 它已經連續27年能配發股利 然後它未來這幾年 至少都10塊錢的股利 所以我那時候進場的時候 殖利率都超過7%以上 所以我們在存股啊 有一個很重要的心態 就是你一定要 你既然存股了 你就不要期待它可能下個月 或是下一季股價突然暴漲 突然暴漲不錯啦 你可能上輩子做了好事 馬上讓你有了一個 不錯的獲利的機會 但是真正的心態是什麼 真正的心態就是 我可以耐心的等待 就是股價不漲的時候 我賺股利 然後股價上漲的時候 我再來賺價差 那至於那個價差要怎麼賺 一樣就是利用我們剛才所講 那個存股升級的投資口訣357 就是在7%的時候 149.1的時候 便宜的時候買進嘛 那只不過還要回到了合理價 208的時候 你可以適時的獲利了解 在這樣的心態之下 你在做股票的時候 你會有比較多的定件 是 今天聽完這個 孫大哥跟我們講之後 讓我們有更多的定件跟想法 定件 全給自己計算價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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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